好我們現在來介紹就是當你的整個session做好後你要如何匯出你的聲音檔 而基本上匯出的方式是從file這邊有個bounce to disk 好那在匯出之前你要做的一件事是你要選定說你匯出的範圍 因為Portus並沒有前面像Logic Pro那樣子有一個設定你的結束的點 所以你必須要去選擇你要匯出的範圍 譬如說我就可以這樣子 從頭或是從小結束 但你也可以利用greed去選擇你要匯出的整個範圍是多少 然後你選好後你就可以bounce to dis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什麼選項 這邊選項是你可以透過你的第一個bounce source 就是說你最後的輸出應該是你的main最主要的output 就是一二output一二 如果你有三式的話你也可以利用不同的output去bounce 或者是不同的聲音 對好然後再來是你要bounce的file type Wave或是aiff 或者是mp3 當然如果你用wave的時候你也可以add加上mp3 對然後再來是format是interlift 或是mono monosum的就是只有一個單聲道的軌 然後把兩軌變成 就把原本的stereo完全變成mono 或者是說multi mono就是把左右聲道拆成兩個mono檔 好然後bit 然後還有sample rate 48k 好基本上你只要這邊選擇就好 甚至你還可以選擇 要不要加到你的iTunes library 好 最後 呃是share 你這一次的putools有支援了soundcloud的跟gobler的一個網 就是網路線上音樂的網站的你可以直接放到你的 soundcloud的上面 然後file name可以打上你的file name 然後還可以 選擇你要bounce的路徑在哪裡 好 然後最後是如果你是選擇 offline的話他就會用電腦運算的方式 就不是1比1的運算方式來bounce 就是直接揮出就快速的揮出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譬如說 Choose然後 Spring 然後 位置放在桌面 然後open 然後 bounce 有沒有他就不是1比1的他就是很快速的這樣 利用這個方式bounce 好 那這樣的話各位就知道如何將你的做好的session 你的音樂 然後你的或是你的作品 然後 就直接匯出成聲音檔了 依照你的需求不同的格式 你都可以去選擇 OK 我可以去選擇 我可以去選擇 了 我可以去選擇 你 可以去選擇